1 2 1 2 3 谁来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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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晚餐到都兰 拜访创业开餐厅的两个年轻女生 台发混血的响应 以及阿里山邹竹的杨温 在阿里山相识的两人跑到都兰定居 他们的生命又会如何交织在一起 杨温 探名高熟兰 大学毕业后到台东医研究所 有着文化使命的她 希望记录传承邹竹文化 我觉得女性的记录者就比较少 所以就不会特别说会写女性的故事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 杨温宇的家人住在嘉义的阿里山 妈妈摆纸 石秀珍 背着十公斤的吹叶机 整理不到 这是她的工作日常 爸爸有苏木 高智人 在山上有工作就接 也喜欢种东西 结婚二十六年的夫妻俩 现在还是很爱痘痘嘴 她被抛弃了 我来把她接收了 真的啊 是 她兵变啊 很可怜啊 那你爱她什么 胆子帅啊 如果没有帅智子的话 她会爱我吗 真是 被适适把苏雅高成 平常在部落的百合花班工作 小杨无影两岁的她 跟姐姐的关系很好 我跟迪的个性好像 对 有一点点差别 再加上平常也不爱讲话 其实一天也可以不用讲话 现在杨无影跟她的伴侣 爽应一起经营餐厅 爽应是台法混血 中文名字吴怀安 六岁到大学在台湾生活 大学毕业后回法国工作 疫情让她再度回台 可能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 就是都会一直是 有很多外国人的经验 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跟法国的生活很脱节 所以我大学一毕业 我就买了单程机票 我就回法国 哎呀 波黑米克斯犬 是调剂两人生活的重要伙伴 波黑爱克骨头 也会小才艺 只要杨无影跟小影 不在意她眼前 她会立马抗议 他们想邀请谁来做客呢 我想邀请沈文成 她不错 她蛮幽默的一个人 兰星鱼 她是算真的还蛮不便的一个人 俗杰星 唯一喜欢的就是星鱼 苗伯亚 因为她是第一位 公开出会的政治人物 唐奇亚 有困顿的时候 会想听她的慰藉 杨温英跟小影 各自也共同经历难解的课题 但他们仍有梦想 两人会遇上什么挑战呢 在来宾上门前 我们先来认识他们的故事 都兰靠山面海 慢活嬉皮的生活方式 充满异国风情 吸引不少人来这里展开新生活 杨温跟杨温 也选择在这里创业开餐厅 我们投入的钱其实不多 五万多吧 我们只是买一些 二手的器物 然后还有很多像这种盘子 是给客人的 然后再加上又很巧的这个时间 有人说他想要把餐厅租给我们 担任主厨的小影 曾在法国餐厅打工 很有料理天赋 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他 也把所有的精力融进料理 我的外公是外甥 中国少数民族 我的外婆是台湾西拉雅族 然后我在法国的生活环境是 就除了地中海的料理 然后我的奶奶是意大利人 我的爷爷是波兰法国混血 所以就是一直这样融合 这是我的圣经 所有我觉得我喜欢的食谱 而且我的笔记 你必须要懂三个语言才能懂 对 椰奶跟水果一起去炖糯米 应该算Fusion吧 就只是用我自己的想法 觉得这样好吃而已 但我更喜欢芭蕉 但现在不是芭蕉的季节 所以我拿香蕉做取代 哇 你的刀工会上电视 好好喔 突然你这样讲我会很紧张 不过两人创业开餐厅 其实是场意外 Shia-in在法国做过很多工作 也做过红酒业务到各国谈生意 疫情让她回台创立大尺码泳衣 其实海那么美 那么舒服 那么快乐 可以给人这么多力量 我想要鼓励像我这样身材的女生 因为我会把我的生技跟泳衣绑在一起 然后后来我做泳衣就做得很焦虑跟很不开心 就好像有点违背了我当初想服务的那个心 所以后来就是也是透过塔罗就觉得说 我应该先用我已经有的才华 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准备好的 你摆上吗 四颗的盐 哦 四颗的盐 念研究所的Yang Wing 大学开始经济独立 过去靠奖学金跟学校攻读维生 最近刚好结束学校研究助理的工作 也一起加入餐厅 其实我蛮怕这个的 因为我都会想象我的手会 我觉得我怕厨房 是因为厨房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可怕 结果现在在做厨房的工作 我们是不是有拿到新的灯泡 好像可以换个两颗 户外餐厅得烤天吃饭 负责外场的养味有很多小巧思 就是烤火 毛炭 就客人可以随时可能就是在家的感觉一样 就是冷了我可以披个毛炭 客人吃饭的时间 我们是应应蚊子下班的时间定的 像六点半就是冬天蚊子下班的时间 然后七点的话就是夏天蚊子下班的时间 户外它其实很好的时候就真的很好 因为这边就是看得到星星月亮 然后绿岛 现在餐厅开了快半年 内用最多12位客人才预约客制的料理 给你们上今天的开位 今天的客人是一家人 有一群小朋友 然后是吃吃素的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素的千层面 配一点新鲜的沙拉 我们的甜点就是Apple Crumble 中间我们会出一点阿里山的爱玉 然后是洋芋艺他爸爸送给我们的爱玉这样子 诶小娜不要这样抢 而且那个我背 这个是不用收回去的 我们两个一起工作 我觉得蛮舒服的 因为我以前一直都很习惯自己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这一次有点像是一个功课 让我学习怎么去跟人合作 有赚到钱啊 可是也花很多钱 因为我们只是带着少少的钱 然后在一个很不完全的环境 目前你说很有余韻的生活也没有 我们还是在很小心的用钱 最幸福就是他了 有一些困难就是刚好有朋友或贵人帮助 所以就都有惊险度 惊险 都有度过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趟就是是很辛苦 但又很值得 对啊 OK 你看不可以要帮忙 你要帮忙吗 小燕跟杨温一起工作也一起生活 两人把铁皮小套房布置得很有家味 我很喜欢这种小东西 也就是这种工具墙 小卡片贴上去 然后我们的什么照片 然后我学周语的这些小笔记 我就把它贴上去这样子 它可以摊开变成大餐桌 我们就可以一起在这边吃饭 就是桌子是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 坐下来 然后可以做很多工作 可以吃很多东西 一开始也是台湾美学啊 还买很多塑胶的东西 我说家里有什么那么多塑胶的东西 然后颜色都很臭 很丑又很环保 然后颜色又很鲜艳 我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原来这是那么大的问题 不止美感被影响 杨温的穿衣风格也有很大的转变 过去杨温加入球队 她习惯比较中性的打扮 可能在一起前我是这种风格 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比较符合我的调调 但是在一起后呢 我发现原来我的真爱是这种 然后不管多冷哦 风多大我还是会选这一种 杨温的自信也鼓励了杨温 说一暑假 她跟着杨温去法国旅行 异国的自由奔放风气 也打开了杨温的舒适圈 这件洋装就像 我觉得就是一个转列点 从此让她拥抱自己身体的曲线 人生中第一套 连身的洋装 就那一次之后开启我对身体的 所以原来我也可以这样 对原来我也可以那么美 换了新衣服 还有一些新的价值 就从那个暑假整个方旁 就大家好像觉得说 我改变她什么 可是没有 她一路上也鼓励我很多 因为我以前就很像是一个 飘在外面的种子 我不知道去哪 然后我看到她的时候 就是哦 她是我的一个 一艘飘在海上的一个港口 这样 双应大学 结识部落朋友 而爱上阿里山 被部落认可 也定居在这里 后来认识了 做文化记录的杨温 两人时常一起参与部落活动 彼此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后来就发现 哦好像怎么办 我好像是喜欢这个妹妹 这样子 当下是半喜半忧 担心在一起之后 可能有未来的很多隐忧 所以我就当下就是 轻斩断这个情愫 对 但后来就像她讲的 她发现不是我不喜欢她 我好像有一点喜欢她 一点 所以我们就 那可以试试看 这天是亚温家族 亚达乌尤安娜氏族的 小米播种季 他们回到阿里山 准备祭仪 煮杯白饭 因为好像烧鱼的 其实它是一个 完全没有调味的鱼 就是很传统的 不能加鹽巴 真的 不能吗 你加了没 没有啊 当然没有啊 没有 这个要走开 那你用好不好 好 在周族的文化里面 会说这是真正的鱼 每个人就是挑一只 然后你要全部吃掉 然后留很完整的骨头 然后跟它的鞋 都要很完整的留下来 今年我觉得我可以 很有机会 维持得很快乐 又有小值得 我的是这一只 在周族 每个市族都会以播种小米 来迎接一年的到来 这个是要在记忆前吃 米阿波一定要吃这样 你看我就是 一只套成 我是主鸡一定要跳最大的 经验市族 除了仰蕴 还有唐姐 跟负责主鸡的唐哥 一起参与 要吃干净 骨头不要断掉 好 断掉不好 这边要这样 这个底下的骨头要弄掉 用稀的 越完整的鱼越顺利 好 就是这样 好 今年要多一只鱼了 我觉得像参加米阿波 就是像这样的小米播种记忆 它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 还没有曙光 然后撒下桩子 这很失忆吧 Shin跟着参加记忆 也负责煮早餐给大家吃 对她来说 自己跟阿里山 有很多美好的连结 我觉得生命中满低潮的时候 就是家人一个一个离开 然后我跟原生家庭 也有很多的问题 我等于是有点像是部落 在支持我 在照顾我 我反而在台湾 我在阿里山 我会有比较有熟悉的感觉 跟归属的感觉 不过在部落 Shin跟Yang Wang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今天下手吗 有机车的声音 你今天是暖的 好吗 有机车 白痴 很近啊 那个机车的声音 就还是没有办法 像那个啦 一般的情侣 这样子那么正常的互动 可能会被人家注意到 就是这个 这个谁开始很平凡地出现在这一家 然后他们两个很常一起出现活动 是为什么啊 什么的 就是会在意自己在外面的样子 对啊 因为我一方面也担心会造成家里的困扰 然后再来我可能也没有跟他们分享 因为一方面我也还有点怕 嗨 新年快乐 两人压抑的情感到了朋友家 才能暂时被解放 每次回阿里山 Shin一定会来找她的十年好姐妹倩文 就是难得就姐妹淘相聚 就是很想讲个故事 讲八卦 讲八卦的 讲故事 来哦 妈妈要找野菜哦 蜜蜜出来哦 不是那个不是蜜蜜 我看一下 很像可是不是 快点找一下 来贡献一下你的鼻子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勾勾手吗 可以吧 2023年初 杨文云鼓起勇气告诉妈妈自己的恋情 家人间却因此有了到隔阂 尴尬又低压的气氛 曾让杨文云不敢回家 我也有想过就是可以什么都不用说 可是因为知道那个挣扎太痛苦也太沉重 难道就因为我喜欢一个跟我同性别的人 他就要全部否定我的过去 我也觉得会很 就心情很糟糕 而且我也不知道到底家人在想什么 然后我又不敢问 那个时候我很多害怕 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干脆就赶快先逃回太痛 杨文应该如何排解心理的压力 又该怎么跟家人沟通呢 我们想要一个家吧 因为我一直在飘 然后我一直没有落定 然后我想把这个空间整理出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我也是啊 我也是 我们应该不会被赶走吧 神兰晚餐到都兰拜访开餐厅的两个年轻女生 抬发混血的小胤 以及阿里山州族的杨韵 回到都兰 可以暂时缓解两人的压力 小胤喜欢在海里透透气 在那一刹那 我只是我没有我生活上面的烦恼 然后等到我充饱了电 我有很多力量之后 我就可以再回去继续接受生活的挑战 神兰跟海很有连结 在法国 她出生在海港城市马赛 从小由妈妈带大的她 对于法国父亲很陌生 我妈妈是因为 以前她自己旅行的时候 认识了我的生父 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快乐 而且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本来就不是被期待的小孩 然后我的父亲也在我两岁的时候 就离开家里 Shine六岁时 跟妈妈搬回台湾定居台北 相依为命的母女关系 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她很爱我 可是我觉得她自己有很多 生命上面的恐惧跟创伤 没有好好去处理 我妈曾经有跟我讲过说 家是一个不讲理的地方 家是一个讲求牺牲的地方 我一直相信爱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 当然我后来有去諮商 我也会很心疼 我妈还抱着这样的想法 代表说她没有健康的爱过 所以她相信这样的事情 然后把这个信念传给我 可是我现在真的只能好好照顾我自己 现在Shine跟Yahwin住在都兰一年多 他们在这里有一群像家人一样的朋友 大家不定期一起聚餐留心事 没想到大家在公共厨房忙碌时 晚餐居然被抢先开动了 你自己进去了 他怎样 他会把我嘴巴的圈圆全部吃光光吗 漂亮 我刚才尿尿了 漂亮 我的天啊 狗 我傻的尿尿 他就差一只剩一盒 来来来吃完吃完 要吃就把它吃完 一阵病花马乱后终于开办了 在餐桌上 大家突然交流起心中的法国吐司 意味着让Shine感到文化冲击 法式吐司在法文这个名字叫做 就是硬调的面包 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会让它泡在牛奶跟蛋液里面 然后让它湿湿的 然后再重新用奶油去煎两面 然后你可能里面会加一点你喜欢的鲜香料 所以它不一定是要配炼乳 也不一定是炸 然后它很重要一点 也不一定要配肉松 对 你喜欢肉松这一种 有 好嫩喔 这超嫩 我每天早餐都吃炼乳 加加吐司加吐司加吐司 确定我们是陪吐司 吐司 吐司 而且我说我要炼乳 虽然我们都是统称朋友 可是其实已经算家人的那种那么 因为你的彼此很需要共苦的时候 大家都有参与到 对我来说家人已经就不一定是血缘了 像我在阿里山我觉得我有我的家人 像欠文他们 我觉得我在都兰我也有像凯凯阿梦 像这样的家人 然后也有我爱的像杨卫 就是他们是我的家人 杨卫园在台东念南导文化研究所 目前硕三 前阵子因为论文卡关休息了半年 今天难得跟同学聚会 没想到大家都休学了 我现在已经休学了 所以你要修了 对啊 我已经修了 你也修了 我修了 我已经申请 休学着半年 雅蕴放下研究者的身份 去参与文化事务 也开餐厅赚自己的生活费 今年她决定复学 继续拼完研究所 同学们也发现 她一路以来的转变 比复她就很man啊 然后好像也比较害羞吧 就话也好像也不多 好像她也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有自信的 可以说出来自己的想法这样 我觉得她在 都兰的那个状态是 我觉得可能那才是她真正 有展现出来她自己的那一面 她喜欢一件事情 或认定一件事情 就会去做 就有点义无反顾的投入进去 不管去都兰生活 或者是开餐厅 对 最近亚文跟Shane搬离小套房 透过朋友引荐 找寻了一年 终于找到了这个 两房一厅的空间 就是现在这一间 即将会是客厅 如果有人要来找我们的话 我们有个地方 可以招待他们 那这一间呢 就是卧房 我们的卧室 但是就是她可能这一间 满满的就已经塞满 一个双人床 前一个将近五年的时间的一个合约在这边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就是 好 我现在有个家 我有我的家人 然后我要把这个空间整理出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为了改造老屋 两人向朋友借了工具 自己动手刷油漆 一起布置出家的模样 不过亚文心事重重 有些担心 我们应该不会被赶走吧 她每次都会有一个担心自己赶走 就觉得担心 如果自己是同性恋的那一件事情被发现 然后人家就会讨厌我们 她之前一直不敢跟房东讲说我们的关系 因为她觉得房东会因为我们是同性恋而讨厌我们 真的吗 你自己说 会啊 其实我真的为什么 会啊 因为要告诉他们啊 如果是因为是这种事情把我们赶走 告报他们 虽然身边都是碰到友善的人 可是就是还是会怕说会遇到那种 被攻击的声音啊 或者是被讨厌的事情发生 杨文颖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也很在意家人对她的看法 虽然在都兰落地生根 杨文颖还是很想家 也努力想让家人更认识小云 可能我妈都以为是只有我会回去 然后当时我开始会 就是带着 就是包黑跟她一起回去 我有时候也就说 你可以自己回家这样子 可是 好像又 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回来 然后我觉得 你确定你家人会一直想看到我这样 我想他们常常会来 可是你们怎么会是这个关系呢 因为她是很怕我们去骂她 可是你这样反而不行 所以就 就是好像说当作一回事 没一回事就这样 谁来晚餐 谁来晚餐这次拜访的 是在都兰开餐厅的亚运跟小云 这天两人回到阿里山 新年快乐 这黑白怎么买这 什么 白云说你为什么要穿破掉的裤子 这破黑啦 没有别的裤子穿 我还在存钱买裤子 还可以剪掉啊 做短裤 杨薇难得回家 住在堆面的表妹 也跑来找她玩 爸妈带着大家 一起到山上的秘密基地走走 好了 好的 好的 妈妈他们对这块地的想象 其实也是老了之后 可以有一份收入是这边 我老婆想像做 是你 民宿啊 你现在干嘛 我有说做民宿吗 你也太夸张了吧 民宿就更大了 对啊 你那个更难申请 我是比较喜欢种东西 像阿姨子都是我种的 哦 熟了 我今天可以采了 下礼拜有下礼拜没有 你说那个阿姨子你在那边卖得很好 有啊 大家都很喜欢啊 夏天应该就可以开始 而且我们觉得说这是杨薇家里自己种的 那里还大包 我就带回去啊 我觉得年初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口味 杨薇营的爸爸 尤苏姆曾靠采爱玉籽养家 每天至少要背80公斤的爱玉走三个小时 采收工作一去就是三个月 天气好的时候要尽量采 就怕天气不好就没得采 还没有天亮我们就吃饭了 我们就带手电筒 到哪里天亮我们把手电筒放那边 回来的时候天黑我们顺便把手电筒带回来 对啊 他每次就这样采得很晚 背到他们的宫里 晚上还要消还要放 都差不多十点以后才能休息 对啊 要妈妈注意别人到户上 还好啊 晚上都会哭啊想我啊 对啊 他担心我跟别人跑了 最好是 过去Yosumo为了家计 时常外出工作 体贴的Yawin是妈妈白纸的小帮手 照顾弟弟也打理了自己的课业 大学更是第一名毕业 他们对于这个长女有些期望 毕业以后就是帮她找个工作 加好多工作就相关水也可以啦 这边要比较近 如果工作稳定以后 可以结婚啦 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很想抱孙主啊 也想抱孙主啊 之前其实很想让她那个 做公务员 就是让她在 让她考考我们这边的那个乡公主 可是她不喜欢 她就喜欢做她想要做的事情 现在女儿都会带着小姨回来 Yosumo跟白纸 也会跟小姨互动 面对这段关系 她们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想她们常常回来 可是你们怎么会是这个关系呢 我不是说不喜欢淮安 我说她们的关系我不喜欢 我不是说对淮安怎么样 不是 她们的关系我就是不接受 我没有办法 是现在还没办法接受啦 把我的心情都搞坏了 都搞得那么复杂 都不知道要怎么想 也是有那种想要生气 可是也算了 因为她毕竟 她的成... 我对她的那个... 从小就让她这么独立 那当然她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而且她也没有做过 家里不好的事情啊 她也都是蛮听话 一直到达 只是说她这个方面 是她自己选择的 她能告诉我 她已经也是那么不容易 对她来讲 平时弟弟帕苏亚 在山上的百合花班工作 今天男的放假陪姐姐 姐弟俩从小就加入学校球队 打球是她们的共同语言 然后以前弟弟 打球是真的蛮厉害的 她是蛮厉害的控球 可是因为 会带助听起的关系 她在球场上没办法很 快速地听到声音 比较是自己在 运球自干之类的 可是就是不符合教练的期望 阿吼 我太大力了 巴苏亚因为小耳症的关系 右耳没有听力 左耳佩戴的助听器 过去两耳的轮廓不明显 曾让她没有自信 有过想轻生的念头 还是处于自卑的那一种 因为在意有多什么的 有时候一个人都以为 突然想太多什么 她有行动过 但是失败告终 我们应该不会的 那你有收到妈妈的道歉 有 她有一点对的时候 就讲说把我生成这样 她都会觉得很抱歉 什么的话 两年前 杨运陪巴苏亚去桃园开刀 重建耳朵轮廓 也鼓励巴苏亚找到生活重心 一起运动健身 那你拉一下我看一下 这次的肉有 鸡肉量有变多 你稍微这样子一下 我评估一下 好像有松掉一点点 我每次回来就是看她 有没有继续练 或者是喝得多不多 就会看她的鸡肉线条 就知道她近期有没有在认真 就是我觉得站在姐姐的角度 我觉得支持她的方式 可能就会像这样子 就也没办法一直陪在她身边 然后又想要鼓励她 就会买这种书给她这样 你有在画重点 我好感动 姐弟俩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当巴苏亚得知姐姐跟小英交往时 感觉非常淡定 在雅薇面前 家人避而不谈这段恋情 为了让在外地的姐姐 知道爸妈的想法 把索雅用电话实况转播 爸妈吵架现场 家人都会讲得比较激动 比较难听一点 打电话给她 叫她自己听 总算听到爸妈的心的话 对 清醒妈妈 他们都不敢讲什么 外表很像在支持 然后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才 就是跟家里有一些 就是隐形的墙 就是那个时候才不敢回家 对啊 然后我知道弟弟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就是很感谢他 对啊 同性的也没差啊 我觉得啦 就跟义性那种男男女女都没差 嗯 那什么方式喜欢就好了 对啊 也不一定要遵照这个传统一样 虽然还是会被长辈念的 父母这一关就是他们需要时间调试 对 不管每一个房屋我都要哭吧 就是都一直刺到 对啊 所以我知道弟弟的立场就是很 很确定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对他才没有那么有隔阂或距离 他觉得刀好像不整理 压抑的一家人 虽然没有直接对话的勇气 但彼此的花了一年的时间调试自己的心 我知道他很挣扎 所以其实 我只要他能够快乐就好 这些话你有跟他说过吗 我是没有跟他说 我很少跟他这样说 但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 他会想 他会承受什么 所以我尽量不会 不会再 再对他说那些重话还是不该讲的话 我都收回来 但是让他自己明白 明白让他自己明白说 我们真的很疼他很爱他 我看也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他自己说他确定要这样子的话 他就看 我以后自己的心情都改正而已 本来在这边都还想帮他盖一个小房子 可是他太独立了 独立到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当然还是会 他还是我的女儿 我会说抛弃 我一定会说保护他什么 决定要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就觉得 我是蛮欣慰的 就是回头这样看 对啊 就是我有跟家里的人说 但一开始 鼓励我 想要做这件事的原因就是 我也想要被祝福 对啊 尤苏莫跟白子 目前为止没有去过台东 不知道女儿过怎样的生活 杨苏莫很希望爸妈可以来台东更认识他 我在台东也要两年了 这个期间也就弟弟 他们有空的时候会来找我个两三天 对 但妈妈比较没有办法 对 因为他觉得他 家里需要他 他需要照顾爸爸 阿嬷跟狗狗们 但是我还是会希望他 可能有一次机会是可以来台东 就是看看我生活的地方 然后认识我在那边的朋友 尽管这段关系走得辛苦 杨苏莫跟Shawin不想放弃 他们决定一起面对所有的课题 我是不是造成杨苏莫痛苦的根源 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很舍不得他 我觉得杨苏莫的爸爸妈妈 观念这么的根深蒂固 都还愿意去 放下自己的想法 然后努力学习跟杨苏莫新的身份 或是跟我相处 可是是我妈没有 如果说我们真的可以结婚登基 那我就可以变成她的亲人 不管结不结婚好像都无所谓 可是如果是跟法律相关的一些 重大的决定 我是没有办法帮她做决定的 是她妈妈或者是 好像就没有人了 因为她其他家人都过次了 对啊 就没有人了 至少我可以为了我爱的人 就是做一项决定 对啊 阿里头 我跟上了 我爱台刀 我爱杨苏莱 拜拜 杨苏莱晚餐 这次拜访的是在杜苏开餐厅的亚威云跟杨苏莺 今天是来宾来到的日子 一早他们就到鱼市场采买 阿姨送我们鱼皮 这个白袋鱼皮夹就好了 这么好 对 杨苏莱送的就蛮好吃的 刚好这个人家送的 我没有在买 小吃太小吃了 煎一煎很好吃 好 好 回到餐厅 主厨杨苏莱如往常般按照自己的步调做菜 一旁的雅苏莉却异常地紧张 因为她朝思暮想的人来了 哇 辛苦了 辛苦了 欢迎 先坐一下 我先忙 我先忙 白纸真的来台东看女儿了 她跟巴苏莱早上从阿里山出发 花了五个小时才到都兰 一家人到齐 他们觉得来宾会是谁呢 我觉得是苏博亚 我才唐老师啦 幸运对 哇 她在打卡在姐姐 姐姐起东西 不可能是妈妈吧 Shawing今天准备的料理 都跟自己很有连结 有妈妈教她做的腊炒牛肉 食用台东在地食材的生鱼塔塔 跟杨苏定情的南瓜汤 融合原著名跟欧式风格的小米炖饭 等多道料理 究竟哪位嘉宾可以来大包口服呢 来了来了 你看到了 真的看不到 这个小子呢 这个娃娃吃比较大 这谁呢 我有点赞 不会 哪里 你们好 嗨嗨 你们好 嗨嗨 答案揭晓 今天的来宾是亚卫很欣赏的台北市议员苗博亚 以及她的妈妈 Jennifer 苗博亚常为自己的理念勇敢发声 Jennifer则是女儿强大后盾 陪她助选 也陪她做自己 这个节目是我最爱的节目之一 每当我心情有点什么卡住的时候 我就会看这个节目来疗愈 然后来激励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来倾听 然后来交流 我觉得这个家庭有很多 比较辛苦的地方 然后我也想说 今天第一次见面 那希望今天这顿晚餐 可以在这个 多年之后他们想起 也许还是觉得有点意义 所以蛮期待的 我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做苗博亚 大家可以叫我阿苗就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也比较好叫 我是苗妈妈 但是我比较喜欢做自己 我喜欢大家称我为林小姐啦 或者是林阿姨 阿姨我比较不喜欢 好然后就是Jennifer 或是Jennifer 我取这个英文名字是因为 Jennifer在美国有好多隐心 我妈妈也叫Jennifer 我刚刚讲 大家的妈妈都叫Jennifer 苗博亚跟Jennifer 关心起第一次来台东 看女儿的白纸 面对这一桌料理 白纸也开口赞美赚印 像这样一桌的料理 你觉得有没有很惊讶 对啊 它这个像它这种新鲜弄的东西 我就比较喜欢吃 所以还蛮合你的口味 对 如果每天这样吃就更好了 那以后常来哦 没有要自己做啊 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在山上还是在海边 我想要吃这一桌 好小心哦 好 我喜欢在山上 你喜欢在山上 海边其实也不错啊 只是好像没有树的话 我也好像没办法 没有安全感 对对对 我是属于比较没有用的人 因为我离不开便利商店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台北出生长大 然后所以我非常习惯那种很都市化的生活 就如果说现在我家 比如说好我们都到阿里山 然后就大家在那边生活一个星期 那我一定是最惨的那一个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因为我没办法自己找到食物 我没办法自己就是处理生活上一些需要的事情 对所以 很有自知之明 嗯 嗯 Geneva得知Shine跟妈妈的关系有些紧张 她也分享自己跟爸爸冲突的经验 当时她的工作跟恋情都不被理解 妈妈有来过这吗 没有 没有我们 你有邀请过她吗 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还在一个不太能互动的状态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变化她不太能接受 尽量能够和好就和好了 简单一句话 其实我想分享 我想分享 那我跟爸爸之间呢 因为我是长女 她会期望我 国中币就考试专当老师 跟她一样 可是我完全没有照她的期望再走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都走了 叫 老师这条路 她很有面子 所以在所有的亲朋好友 还有我不认识的她的朋友来访的时候 只介绍我妹妹我弟弟从来没有介绍我 后来我选择的对象也是跟她有过很大的冲突 因为苗爸爸妈妈 我阿公觉得她女儿绝对不可以跟外甥结婚 这样 所以更让我觉得说我完全都不被她认同啊 对不对 对 那你那个时候有很难过吗 当然啊 当然啊 所以我就都不跟她讲话 就放任这个情绪在那边流动 但是我觉得就反正就让时间来化解 苗温很在意外界眼光 更在意父母的想法 她好奇苗伯雅如何在父母跟自己之间找到平衡 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一个真的很符合长辈期待的人 因为我从小 真的从更小的时候就很怪 不喜欢留长头发 不喜欢穿裙子 就是看起来就像小男生这样 读书也是 其实我功课很好 这一点算是应该有符合期待 可是后来法律系毕业之后我就做社运 之后参与政治参选这些 我很尊重孩子的选择嘛 毕竟他也要自己负责啊 可是我们会有担心 比如说他选择从政嘛 第一次没有选上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选了 一人选举全家就很累啊 我觉得还有那个舆论的那个压力 对对对对 主要就是也是 这是真的 尤其他这种造型 造型什么 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比如说你的FB也是经常会有那些留言嘛 在我们当父母看起来很难过啊 身为妈妈的也是因为她自己的心 心理的素质够强 我也被她带动了啦 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那几刀 那几个 其实会啊 富有的是会啊 那但是我就跟 经常跟朋友或者是 媒体来访问的时候 我说如果有一天她穿了裙子 她戴了假发 发拉头 她这样看起来才会吓个吧 这是谁 Jennefer的理解 让苗布亚开始跟家人分享恋爱细节 她也好奇 杨维莹跟白芷 现在可以一起聊感情了吗 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跟我妈说我喜欢女生 是在我18岁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失恋 然后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又没什么朋友 因为我很内向 所以我就有一天晚上 我妈已经睡了 我就跑去把我妈吵醒 然后说妈妈我有话要跟你讲 我有事要跟你讲 现在回头过来想 当下我真的不敢说 我做了这个决定一定是对的 因为这也可能会对我的爸妈 造成一些冲击或什么的 某种程度上这都是反映一种期待 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的伴侣 可以融入我跟我家人之间的生活 就像其他人一样 那你自己的经验 可能长大的差不多了 然后也想说 那可以把相应介绍给妈妈她们知道 那你有下一条吗 我其实她是传类 对 传类 对 那你有读吗 有读啊 妈妈闯了一个满头人的赞 真的吗 你就这样 那是你家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知道 有赞 所以家里就是爸爸比较没办法接受吗 他比较不行 他比较 因为他比较属于 你也是大男人 我的老公 而且可能我也想说我也是展女 他也满疼她的 可能有一点点期待在身上 没错 是这样的 在一起是其次啦 但实际上是赚钱还是很重要 希望看到你们成功的一面 谢谢你和爸爸弟弟一起参与录制节目 能上电视 说好不哭 一分钟 能上电视和名人吃饭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 以我们为傲 或许世界上会有人对我们不友善 但我们只要知道你们是爱我们的就好 对 明白 明白 你们也辛苦啦 因为我比较会 比较会尊重他们啦 小孩子 也比较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啦 如果我们如果太自己站在我们的立场的话 他们也是 会满惨的 辛苦 会互相会过得不是很好 你是很棒的妈妈 对 其实也还好啦 因为现在这种同性的也是满 是满普遍啦 只是还是会有些会冲突 还好啦 还没有到很普遍啦 我怎么觉得好像很普遍耶 真的 只是身边有几粒 餐后 苗伯亚送上自己的作品 Gennifer除了送上礼物 也写信给在场的每位家人 祝福他们 这个同样是身为母亲嘛 对 对没错 对啊 我们就当孩子的一个后盾 对 一个支持 然后高层 对 祝你就是一切顺遂 爱你所学 学你所爱 一下温云 对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对 今天的这个晚餐非常有意义 至少可以看到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相互理解 其实我妈有讲几件 她过去没有跟我谈过事情 所以很谢谢今天 我自己也有这样子一个跟妈妈聊天的机会 我很佩服夏云 她能够自己做出这么丰盛 然后这么健康的料理 她跟妈妈之间 跟我和我自己的父亲 是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时间跟空间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药 听Jennifer她在分享她跟她爸爸之间的代告 就其实我身上的事情也不是特例 然后很多人都在某种程度的 从亲子关系之间磨合跟成长 就是刚好是母女一起这样聊嘛 然后可能我也可以理解 妈妈也可以理解这样 对啊就是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 唯一一家就是母女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今天过后我就觉得 嗯好像可以就是自信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 外面还是有这么多一样的眼光 现在才知道姐姐在外面 也默默独自承受的一些 多少还是会心疼关心姐姐这样 为姐姐加油啊 其话是说 俗郎 不管他在这条路上 会遇到什么样 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能够勇往直前 有但是碰到什么事情的话 记得还是要回到家 家里永远是她休息的地方 白芷跟巴苏亚难得从阿丽山来 他们多留在台东两天 南威云跟小应也带大家到市场走走 高尺的时候还想试试看 可以啊 你要这个哦 好 你要买盐肉吗 还是这样有 这应该要配那个嫩姜 不是哦 我觉得要配嫩姜比较好 白芷平常在山上生活 难得来到靠海的台东 他迫不及待到海边玩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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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台东 我爱猪狼 拜拜 我爱猪狼 你这样子深沐浴 就是你为什么要用手电筒炸 要去拖 哦 哈哈哈 其实真的看到山根海的时候 其实也蛮正常的 像明明那么近 可是哇 明明就可以跨过去那么近 可是要来看一个人 哇好辛苦 好远 但是就是 这个距离拉那么远 可是来了以后觉得好像把彼此距离拉得 就可能更近了 可是我真的很高兴来看他了 看他们这样子 我是希望他们在这边真的能够过得很好 我很谢谢阿姨就是 愿意做这个付出 我也觉得阿姨很努力 就是对她来说 往事得知像这样的关系 然后 不得不进入她的生活 我相信对她来说有很多的成长 真的 很努力 我很谢谢她 爱爱爱爱就成现在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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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就成现在